上去先给他一个电球 被他一技能打到 不要慌 扭头我们就走 果然他过来追我 他已经尝到了甜头 肯定不肯放弃 此时他的血量很低 已经激发了他自己的背头 殊不知我自己也带的是狂暴 轻松一个电球就能拿下他的衣室 想去对面的野区转转 没想到就遇见了对面的大部分人马 我觉得我肯定打不过 果断一技能穿墙 他们也是拿我没办法 我回头再次触发电球 只想大喊一声 你们过来呀 嬴政已经被我打残 回溜溜的回家了 只有要一个转身 跑到了坑里 但是我用了一技能激发护朵一拳 就能让他隐恨西北 这时候我们还是不用走 因为对面的人员都没有位移 他们是穿透不了这道墙的 这时候我们先补个血 包准机会一技能穿墙 胖胖两拳 一技能我们再穿回来 回头一个闪电 电球跟上 这时候大龙出来了 这里我们也就不能待了 不过我依然不回家 现在的我有信心 拿下对面的夏侯敦 先给他一个电球球 一道闪电过去 他用了一技能 我们也用一技能加上大招 天降雷神 化身电击小子 锋芒毕露 来到我方的野区 此时正在发生团战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技能穿墙 随后触发闪电 电球瞄准药 三道闪电直轰他的头顶 随后残血的药都飘移开来 我随后开启天降雷神 一发电球追击到了他 这时候营正开大 不要慌 先用一技能 位移到他的侧面 继续以雷霆之力 轰击他 只可惜营正这小子 跑得比较快 只剩下了后面的小鱼儿 我用两道电击 把他轰成残血 差一点就把他拿下 我在外面浪得太久 没注意上路的兵线 对面趁血而入 把我的上路一塔给推了 并且还嚣张地 待在这里不肯走 一来还是两个 面对此情此景 我只能先开启天降雷神大招 继续化身成为电击小子 与他们两个硬杆 很快夏侯敦就被我电死 我又来了一个位 把这个鱼儿电死 本来我只想打个野怪 放松一下 没想到中路又发生了团战 又是鱼儿和夏侯敦 这时候我们先观察一下情况 硬留 我们是留不住他的 卯足劲先攻击一个 比起夏侯敦那样难缠的对手 我们还是先打鱼 收下鱼之后 想清理这个蓝buff 但是看见了 后一路过 果断开启天降雷神 电球一发三道闪电 直触他们的身体 他们缩到塔下 我也越塔强杀 三连绝胜 虽然我们也没了 但是这一波我们赚了 中路是一个修罗的战场 大部分的团战都会在这里发生 这一波也是 只不过这一波 还是我以一打多 到过阴区 看见后一 电球击他 用一技能位移 继续给他一拳 眼看不敌 马上开启天降雷神 补充不断 电球的投石 给他三道闪电 他回塔 我越塔又一次成功的击败 旁边的鱼儿 也灰溜溜的回塔 回头一看 中路的团战已经爆发 我直勾勾的 就找到了对面的脆皮 给他一个电球 随后再次开启 我们的天降雷神 瞄准万箭齐发的嬴政 一拳把他秒杀 但是这一波 后翼的枪法 那是真准呀 把我定住 让我没地儿蹦 下后都又把我击飞 本来想追 奈何一看 对面的人都在这儿了 回头一瞧 我方没肉 这一波属实不好打呀 但是我方的打野 已经冲了上去 我也不甘落后 进去一看 果然这一波 我忘了我没当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 对面的脆皮 用电球击他 用拳头又一次 把他带回家 这一波之后 我们的战绩 已经来到17-7了 想拿对面的蓝buff 可惜已经没有了 又看见了对面的鱼 想欺负一下 但是他浑身滑溜 跑得比较快 我只好来到了中路 不料看见了射手 以技能补个护盾 几发普攻 就能把他划成200金币 这时候不出意外 对面的人员应该很快 又要过来报仇了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要飘移的过来 我们先后退 用电机远距离输出 随后开启天降雷神 保险一下 这时候我们冲入敌方的阵型 瞄准催皮药 一个电球 轻松的把他拿下 那么这局比赛 也就结束了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